欢迎收看本期电影漩涡 宇宙的主宰从来不是某一个人 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 曾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而这些过错 让一个人连同他的下一代 都深深地陷入了罪恶与悔恨之中 辛德勒的名单 是一部关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故事 电影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 托马斯肯尼利所著的 辛德勒名单改变而成 在1993年 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电影 豆瓣评分9.4分 高居豆瓣加片第8名 电影全部以黑白镜头呈现给观众 每当观看这部电影 总是有着旧时代的回忆感 而这种感觉 给人更多的是心碎和无力 整部影片始终跟随着一名 叫辛德勒的人展开了叙述 他佩戴着纳粹人专有的徽章 深情暧昧的同周围的女人眉飞色舞 他正是一名德国商人 这使得他可以成为一个 道貌岸然的纳粹伪君子 游离在名利场的他 似乎享受着这些触手可得的一切 他爱慕虚荣和金钱 十分感激这场战争 给他带来的福利和财富 那些军官们喜欢浪迹在舞厅喝酒玩乐 肆意挥霍 而他们倾注的越多 在这里寻求的快乐也就越多 辛德勒所收获的也就越多 他开始雇用越来越多低廉的劳动力 在他的工厂里工作 压榨他们让他快乐 辛德勒在这种背离人心的生意里 心安理得的获得这些钱财 这一天德国人向犹太人下了一条命令 禁止犹太人布施他们不能吃的食物 1939年波兰人被德国纳粹放到隔离区 进行统一的统治 当时在波兰 犹太人是最廉价的劳动力 辛德勒利用这个插缝 把这些廉价的劳动力 安放在自己的工厂里干活 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 他们以为的监狱现在已经是天堂 他们安全的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 他们的种族将面临变亡的危险 而剧情的转变就是发生在1943年 这一年德国纳粹开始对犹太人 进行大肆规模的屠杀 无数的犹太人被屠杀着 在辛德勒工厂里工作的犹太人 则安全地生活着 辛德勒感受到形式的转变 变得有些恍然无措 他站在高地上 看着一个个犹太人倒在雪坡里 在这期间 电影里唯一一个与黑白不同的颜色出现了 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 孤零零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站着 而在这一时辛德勒的耳边 想起来犹太童谣 这种冲击深深地震撼了辛德勒 是孩子的勇敢把他心中的柔软唤醒 他决定要拯救这些犹太人 因为德国人不会轻易地 把他工厂里的犹太人杀掉 所以他只能通过雇佣犹太人的方式 来换取他们暂时的安全 后来辛德勒又看到了这个小女孩 小女孩站立在一群尸体面前 表情没有一丝恐惧 也许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下场也是如此 辛德勒看到以后心情非常悲痛 锦州的眉头无法掩盖辛德勒内心的波澜 他继续拯救犹太人 但此时的局势又再一次失控了 德国纳粹会把辛德勒工厂里的人 送往集中营继续屠杀 辛德勒决定用自己的钱财来贿赂德国高官 不惜违背反种族法拯救犹太人 后来他列下了1100多名人的名单 每个人的名单都是一笔金钱交易 就这样他耗尽了所有的钱财 将这些人最终救了下来 也许辛德勒不明白 自己那些大发横财的财富都是源自犹太人 只要他有钱 那么战争依然会持续下去 后来辛德勒工厂的破产 也预示着战争的结束 几年以后 辛德勒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死去了 但是他却被犹太人永远地记住了 犹太人把辛德勒当作正义者 安葬在了耶路撒冷 哪怕只是救赎一个人 也是救赎了整个世界 生命是等价的 金钱是交换的 这部电影从辛德勒的坏将起 又以辛德勒的好结尾 这期间辛德勒救赎犹太人 其实是在救赎自己 他的人性被红衣女孩和心风血雨的杀戮所唤醒 他的无私与善良 最终挽救了一批人的性命 在战争面前无论何时 坚守正义的人永远不会输